观众朋友好,我是王允 总部设在德格柏林的非政府组织 透明国际 本周刚刚发布2016年度全球青年指数报告 报告中丹麦再次蝉联榜首 而中国与印度、巴西并列第79位 得分同为40分 美国在青年指数排行榜中名列第18位 紧随其后的是日本 据透明国际介绍 该青年指数排名 基于多个因素进行评分 例如,政府官员是否因为腐败受到惩罚 贿赂意识是否深入人心 公共机关是否听取公民诉求等等 本次报告尤其提到了民粹主义的危害 宣称民粹主义领导人并不解决权贵资本主义 反而建立形势更为糟糕的腐败系统 那么我们今天请到了 屡积德国的政治评论人士 廖天奇女士来为大家解读这个青年报告 廖女士你好 你好,王允先生 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提到了民粹主义 而且说到民粹主义者当政的话腐败反而恶化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下他为什么这么说 民粹主义到底是什么 民粹主义呢 这是一个事实上它不是一个政治理论 它是一种政治行为方式 那么这个民粹主义其实在20世纪的时候 就已经在不同的历史的场景中被政治家所使用到 也许我应该再稍微对于民粹主义再稍微做一点解释 民粹主义呢 它的英文是populism 这个populism这个词 它是源自于这个拉丁文的这个populus populism这个字呢 事实上是人民 所以民粹主义它的意思事实上就是说人民党 或者是人民大众党 这个听起来非常的好 但是它的内涵事实上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民粹主义或者是民粹主义者 它到底是要做什么呢 它是使用这种手段 就是说如果我说的比较用贬义的词来说 它是比较喜欢华众取宠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喜欢听什么 他们最关心的什么问题 他就是去面对它 而且做一个选项的就是说 他就顺着老百姓的意思去做提出解决的方式来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 现在我们就是没有多久之前 就是去年五月间在英国举行了这个公投 那么大家都跌破眼镜的是 居然这个公投的决定是英国要退出欧盟 那么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民粹主义的表现 就是说普通的老百姓 他对很多这种大道理并不懂 民粹主义它事实上常常发生在民主的体制里面 刚才我们的问题还有一半 就是说为什么民粹主义会导致严重的腐败 民粹主义未必会一定导致严重的腐败 它可能对于腐败不能够有真正的好的一种控制的机制 我刚才说过民粹主义往往是发生在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其实它有不同的一些机制 来对腐败的不正常的这种现象进行监控 比如说有媒体 有法律 而且这个法律不是纸上谈平 是真正的法律 那么它事实上已经有一些控制的机制 但是有的时候并不能够取到很大的作用 就是您说民粹主义是反而会使腐化 或者是这种贪污部这种现象更加恶化 这个是未必 就我的观察 就是说未必是一定是这样的 那么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中国的状况 在这一次青年指数排名当中 中国是排名第79位 与去年持平 那么你认为中国的这种腐败情形 是不是民粹主义带来的呢 我认为不是 很对不起我这么直接的说 我认为中国的整个的贪腐的现象 是长久以来一党专制 而独裁统治的一个结果 中国的不民主 中国的这个专权集权 是真正的腐败的根源 因为一切的监督机制都被取消了 是不是 中国有自由的媒体吗 有新闻自由吗 有言论自由吗 有集会结社自由吗 都是纸上谈兵 写在宪法里 但是不能够诉诸实行的 那么中国的统治者 常常就是利用这个民族主义 来推行他们要做的事情 所以跟民粹主义 我认为关系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从这次报告当中 可以看到腐败 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那么除了刚才提到的 民粹主义之外 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因素 在其他地方的腐败当中 也有所添加 刚才其实我提到的 一个是教育 就是普通人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 贪污 贪权 这是一个绝对错误的 这不只是官员 做人也应该如此 如果不是我的东西 我就不应该去拿 是公家的东西 我不应该去破坏 这种意识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 第二点就是说 中国必须 我认为这个甚至于 比这个破除一党专政 还重要的就是 必须开放新闻自由 新闻是一个监督的机制 太重要了 是很麻烦 掌权者最头疼的 就是这个媒体 在西方国家 我记得我以前看了 那个Hillary Clinton 她作为first lady的时候 她写了一本 她的那个就是 《亲历历史》那本书 她里面说的 她觉得最头疼的 就是作为第一夫人 或者是作为 总统身边的一个人 最头疼的就是 面对媒体 但实际上 在有的政府当中 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强调 政府自身 在反对腐败方面的积极作用 比如说新加坡 她是一个在政府方面 非常 这方面非常用尽的 就非常着力去反腐的 这样一个模式 那么有的人评论说 中国尤其是习近平 上台以来 在很多方面 实际上在走的新加坡模式 那么您是否能认同 这种说法 那么如果是的话 这种道路可以持续吗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习近平的这个反腐 事实上它是没有办法 真正的成功的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 这个腐败呢 它是和这个体制共生的 只要这个体制 还是一党专制 而且没有其他的领域的 这些自由的开放 开放自由的话 那它是不可能成功的 好的 非常感谢你的分析和评论 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感谢谢谢观看 咱们的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上 uck如今 最好的 全体制共生的 杨语 二位 感谢观看